欢迎收看威力蚯蚓 大家好我是奇葩威力哥 陈威力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行情走势 昨天其实很强 因为昨天突破这个形态的关卡 我想 这个形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简线关卡 威力哥在昨天早上的节目就已经有跟大家提醒了 你知道你有没有 像威力哥讲的 勇于去追逐趋势 如果昨天你在那个突破关卡的当下你还去放空他 你一直觉得说 他在乞丫啊 这东西又流下来吗 你就享受在那边去空他 因为你可能昨天就被 嘎上去 我想威力哥在上礼拜也一直在告诉大家 上礼拜我其实是比较闷的一个行情 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行情在一个区间整理的时候 你应该要做什么动作 你要开始准备用突破法去做一个因应 你要去 比如说这个 我们把这个形态的这个波动区间的相对高跟低啊 当做一个极限的一个关卡 当他往上突破之后你要开始往上 去做一个最多的一个布局 他灌破了这个形态极限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往下去做一个追空的 一个规划 虽然其实昨天我就有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昨天的比较稍微美中不美是找盘那个开盘的量相对比较弱 可是他昨天这个盘中的量啊 大概就在我录完节目有10点就开始哇慢慢的一些 高价全职股开始怎么样 再做一个表现 所以就一路往上去做一个拉抬 昨天因为部分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个 财报表现不错 所以联大跟我们台湾相关的像这个什么台积电啊联电日月光 这些都是 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全资股 联大像美国像他们的这个什么 恩智普啦 Intel啦 德宜啦 苹果啦 他们的这个 这个表现啊 股价表现其实也都相对不错 所以昨天整个科技股的表现啊 相对来说是可以说是盘面上的一个引领的主流 昨天我在 节目里面跟大家说 因为科技股跟我们台湾的这个指数啊 它的一个相关性啊 尤其是 NASDAQ100指数期货 我们现在所做NASDAQ 期货 通常我们都是做这个NQ小NASDAQ100 指数期货 NASDAQ指数 它有分好几种 NASDAQ NASDAQ100指数 NASDAQ400 那我们现在做的美盘的这个 纳斯达克指数期货都是NASDAQ100 从纳斯达克指数里面 在挑选100档 比较重要的这一些这个主流的科技股所组成的 它跟我们台湾的相关性系数大概在80% 左右 有时候当这个 像这个Apple啦 还有这些什么 云端啦 5G呀 这些题材在热门的时候 甚至这个 美国科技股跟台湾的相关性系数 甚至有时候会高达到比较短期的 甚至会 高达到85%以上 所以 其实这个美国科技股对台湾的这个指数 影响层面 算是非常高 那今天早上呢 我们可以看全职股的部分 其实早上很强 早上很强 早上的这一片 除了这个右下角的地方 稍微有点 平凡上下晃 早上其实原本是满江红 可以说是近乎满江红 可是我们可以发觉 他往上 在创高的这一个 在试图想要挑战高点的时候 往上就有人在倒 往上就有人在倒 所以你看这个现在 原本一片红的 现在是什么 花花绿绿的 有红有绿 有红有绿 那你再仔细看哪些被倒出来 都是一些 比较偏高价的这个 全职股的部分 这表示呢 这个 有部分的法人 当这个指数拉抬到 靠近这个季线跟年线关卡区 他刚好也是这一个 形态上的一个 小套牢区 所以这个 景线的这个关卡附近 他一带到 一带到这个 形态关卡区就开始有人 就开始去做一些 调节的动作 另一方面 各位你要去想 这次疫情对于 全球的 不管是在 生命啊 财产各方面 其实对整个全世界影响是 非常大的 是非常大 包括 不是只有企业 包括还有这个 政府单位的部分也是一样 这个财政大支出 我相信如果这个疫情再拖下去 很有可能很多政府都要变成 破财 像阿根廷 你可以看到这个新闻媒体很刻意的轻轻待过 只播报了两天 就把他怎么样 就把他 忽略掉了 事实上呢 疫情对于全世界的这一个经济层面影响还是持续在 还是持续在 所以大家不要去太过欺慕 这我想也是 为什么 到了这个 形态关卡的时候会有一些法人在调节的原因 因为其实现在的反弹的幅度确实是 有比较夸张 有比较夸张 几乎是天下无贼 不知道这个可能年纪比较稍微大一点点喜欢看电影可能有 看过这个 先前大陆他们所拍的这一部 电影天下无贼 我记得 刘哲华先生也有演 他其实是在 讲述说这个有这么一个 憨憨的 憨憨的一个放养的小孩 那可能他是要 回乡下还是干嘛 那他家人交代了一袋钱给他 要他带回去 那有提醒他说 这一路回去 很多这个扒手什么 你要小心 那他呢就 很天真善良的这个 这个主角 他就不会不会 这世界上 没有什么贼啊 结果他一上火车就很多人盯着他 那有另外 一票扒手薪呢 他是比较正派的 他们发觉说 哎呀这个这个主角其实他是很善良的 所以要保护他 这个君子 爱产要取之有道 连这个 扒手他们都会说 这个年轻人这么的一个善良 不应该啊 让他的这个辛苦的这个 这些积蓄 被人家给扒手 所以当这个另外一票扒手 想要扒钱的时候 比较正派的这些人就 拼了命的在保护他 为的是什么 为了要让他平平安安的 这个道战 他们搭这个长途的这个 火车啊 然后他这个主角要回家乡 那最后的这个电影结局就是这个男主角最后怎么样 他真的平安的 到家了 可是呢这个比较正派的这一票呢 这一票扒手了 那里面有人 因为这打斗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伤亡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 目的是说 要用这个主角 他他那一片纯真善良的心灵 能够保持下来 能够让他 真的让他觉得说 这个世界 确实是没有小偷没有贼的存在 这叫 天下无贼 就是很天真的 的意为呢 这个世界上呢是如此的美好 现在呢 这个政府啊 各国政府就是在营造这种 在告诉你 没事 没怎样 不要担心 那事实上各国政府这些官员呢 你去看他的动作 如果真的没事 如果真的没怎样 为什么要大规模的动用国会来 啊这个这个 大幅度的举债 然后拼命的撒钞票 然后拼命的交代银行呢 你要给这些企业纾困 啊政府会来怎么样呢 当你们的靠山 其实 这些话听起来你要很轻松 事实上都很不简单 因为各国政府啊 其实 从08年以后 大家为了 让这个经济能够怎么样 持续稳定的 复苏 其实经济有没有复苏 我觉得 那是其次啦 其实政治人物最主要是要干嘛 要稳定他自己的一个什么 民调跟民意的基础 事实上经济本来就会循环 不需要去干预他 他只要不是因为恐慌性的 崩盘式的在怎么样 在思绪往下掉 景济本来他就会 有能有乐有能有乐 其实 实际上应该要尊重这个景济的循环 让 市场能够有一个比较规律的一个 一个波动啊 那政府也才不会拼命的 去挪用这个工部门的资源 在那边 一下子抄股票啦 一下子 把这个影响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变化 其实没有必要 那所以呢 威力哥其实刚刚讲这一段只是在告诉大家说 目前整个市场的氛围被营造的有一点 股市的投资人有一点太过偏向于乐观 但是我们从 近期这个走势每到一个形态的一个景线观 就有法人在盗 就有法人在盗 但是呢其实他们相对说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 像一般投资人这么乐观 也没有像政府啊所告诉大家说 这个呢这个已经慢慢有获得控制 所以大家就在把 这庆祝 没什么好庆祝 你看每庆祝没多久就爆出 一桩这个群聚的世界 所以在这个整个疫情还没有消退以前 没有完完全全的 出现100%的解药跟100%的疫苗问题是以前 其实大家都还是要异步异居的去看这个行情 看完技术片的部分 今天的整个量能的部分呢 有点中性 所谓中性就是在9点10分这一个 这个 这个时间点来看 这个量其实是 很有机会刚刚好在 州的军量跟月军量附近 差不多就在那附近 他不会有好像很亮眼的一个表现 除非待会呢10点钟11点钟过后 有比较好的市场题材传出来 让大型的全资股能够翻到平盘以上 这样的量能如果能够出来的话 能够稳稳的沾到月的军量之上 那这个指数呢他还是有机会再一次的 挑战 4月份的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相对高的位置 甚至 持续的去至少去怎么样 去摸一下季线 是有机会 但量能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但这行情还是会比较震荡 那你是做一些比较个别的这一些 标的的 比如说你是现货市场的这一些 没有杠杆标的 影响比较小 除非你是高全职的这些 这些主流的一些标的 那在指数的部分可能影响会比较大 那期货的部分影响比较大 因为期货有杠杆 期货有杠杆 所以呢他的一个波动可能相对 这个在去年的这个行情来说 去年3万2千 可能会比较震荡一些些 那可能慢慢后续 后面几天行情会有点像去年的 这个这个这个 11月份10月下旬到11月份那个 区间震荡的行情 然后偶尔政府出来给你干预一下 连拉带嘎的 然后嘎上去形态关卡就被倒下 很有可能会像那样子的一个走势 那从指标的角度来看 你看威力哥的基数指标 威力哥有帮各位带出来 他从操掌区的一路指标子往下掉 那指标子目前到现在为止 他都还是一个呈现下滑的一个迹象 所以他跟基数面的整个 这个K线的走势来说他已经产生了一个什么 强弱度的一个 这个这个背离的现象 那从这种现象发生 他像这种现象发生 通常他在出现 出现一个一个消息面的一个激励 网上急拉 过了前一个高点之后 然后出现一个 这个到货的一个情况 或者他可能是留下一个长上线 或者吃一根K棒突然翻黑的一个情况 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留意 反正表示这个背离的现象 已经怎么样 达到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边界一个极限 所以开始会有人怎么样 开始去修正 或者说开始到后 让这价格走势去做一个 跟指标做一个瘦链 所以在这个阶段可能 唯一哥还是要 持续的提醒你 最多没有说不行 没有说不行 因为大家 这个各国政府都想要复工复工 然后这样的消息出来就会激励一些 这一个 投资来用情绪性乐观的 这种情绪性的反应 他会忽略说其实 反弹的幅度已经怎么样 超过快三成 其实应该是要 稍微紧正一下 你 这个 值得你期待值得你乐观的 其实行情已经反应的差不多 所以在 操作上 最多可以 你就是尽量不要偏短线的一个规划 如果你是一个不要长波段的规划 可能你要试着等到这个走势来到一个形态官场去附近 略做震荡了以后 量人萎缩 那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题材出现 财报周 重点财报周过了以后 你再去做一个布局会比较好 那这个地方因为 限空力没有解除 所以如果你是要做偏空规划的 你还是可以搭配选择权的这个 买发 比如说像拜扣这种方式 做一小部分的避险 尤其是如果你是指引比较大 这样才能够怎么样 控制你波段操作的一个风险 短线的一个操作者 基本上威力哥把过去 三个交易日的整个波动 把他 用这个箱形 把他框起来 所以呢 你可以发现昨天是一个突破的行情 可是今天走势突然又 大幅度的一个转弱 那我们把昨天的波动的箱形 我们把他抓一个二分之一出来 很妙啊 其实他刚好在比较前面的这个 形态走势里面 刚好也一定要观看 所以那个地方如果被灌破 可能要小心 盘式有点好像在幼多的感觉 所以那个形态观看如果 这个黄色水平剑 这个形态的极限观 如果被跌破的话 可能还是顺着这个 走势啊稍微做一下风险的调节 如果你手上有多单的 试着去做一下风险的调节 可能 对你的风险的控制来说会比较好 那如果呢 昨天的整个的一个 相对的这个低点 各位知道其实昨天的一根 红棒其实也不想 如果他那个低点还会被灌破 那表示昨天的 做多的人都怎么样 都白努力啊 没拆钢啦 拉那么 拉那么大一节 全资股表现那么漂亮 因为相对低还是被灌破 那表示整个空方在 怎么样在伺机而动 在伺机而动 那表示多方自己信心也不足 那表示这个 这个走势很可能会产生 幼多以及多杀多的走势 那你可能就要 留意一下 如果真的破你不要一直 想说他就是会持续往上 他就要浮往什么 不要被这些消息影响 顺着这个趋势的卖动去做一个变化 这样你比较有市场赚到钱 比较有机会在市场上赚到钱 记住魏力哥跟你讲 奇物的操作 尤其是城市交易的操作 资金的控管配置很重要 然后去纪律的执行 资金什么 控制损失追逐趋势 控制损失追逐趋势 永远保持 适当的这个资金的运用比率 就是 资金控管的部分 这样长期下来的你比较有机会的在市场上赚到钱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 如果说你是 这个已经看魏力哥节目一段时间在Lite 或D上面 你一直也没有打招呼都没有关系 魏力哥还是很谢谢你的这个支持 虽然说这个可能过一段时间 魏力哥可能会稍微休息一段时间 但是呢没有关系我们 有缘分的话都还是 大家还是有机会碰面 那也谢谢大家对魏力哥 这一路走来 我也算是中规中矩 一切呢照着这个 法令的规范来走 可能会让大家觉得 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不习惯 尤其是你 常常看一些网路上一些 台面下的一些这个讲师的节目 你可能觉得我的东西太 讲的内容比较中规中矩 那你还能够看到现在呢 也表示呢 你对魏力哥的整个节目的内容 也 还算认同 然后魏力哥也在这边 跟这些粉丝们说声谢谢 那最后呢我们节目就到这边 魏力哥祝福大家 之后都能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我们 明天再会 全新城市策略最上限 名额有限动作要快 现在就拿起手机 交拉业交友 本公司以往的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